咱们去看这样 我不去 要去 你自己去吧 女人结婚三个月却对丈夫不冷不热 咱们是夫妻 因到这样谁受得了 邻居提醒她妻子经常往别人家跑 可世英却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原来她是一名货车司机 经常要到外地跑长途 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的 或许妻子的冷漠跟两人聚少离多有关 世英决定和巧珍培养感情 尽量少跑长途 可即便天天回家 巧珍对她的态度却始终没有改变 她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巧珍却似乎有着难言之意 长久以来的冷暴力让世英恼羞成怒 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儿 还回你妈那儿去 世英走后巧珍委屈地哭了起来 她知道世英是个好人 这让她更加不知如何开口 同事见世英闷闷不乐 于是告诉了她关于妻子的传言 老陈说货运部的锅炉房新来了的临时工 听说和巧珍是一个村子的 一个来月前特地千里迢迢找过来 他们之间原先肯定有什么瓜葛 大伙商量把那小子暴揍一顿 然后送到派出所 世英回想着巧珍平时对她的冷漠 看来传言并不是空穴来缝 她怒气冲冲回家质问起巧珍 这是给谁做的 她是谁 见巧珍仍不说话 世英狠狠将鞋子砸向桌子 桌子上的茶杯硬生碎了余地 她是谁 是你的兄弟 是你的老乡 巧珍眼里沁满了泪水 你不说 我去找她 巧珍担心两人见面会大打出手 她急忙追出去拦住世英 我说 我什么都跟你说 原来男人跟巧珍是青梅竹马 他们一起在村子里长大 七八岁就一块上山砍柴 一块去学校读书 后来两人长大了 情投意合的他们心里装着彼此 可就在准备澄清时 老家却遭了大灾 男人为了讨生活离开了村子 巧珍的父母也在饥荒中相继去世 无依无靠的他便来到新疆投靠姨妈 没声想他刚离开村子男人就回去了 他找了巧珍大半年才找到这里 而巧珍却已经和世英结了婚 三人的关系让他不知如何处理 听完巧珍的遭遇 世英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他跟巧珍一样也是桃荒矮的 十七岁时老家河南闹了饥荒 成千上乱的灾民被活活饿死 听说新疆地方大好活人 世英便被锦离乡决定到新疆谋生路 离家时母亲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他把家里所有的干粮都给了世英 我这是到新疆好的地方去 去被家里挣钱 您别伤心 我走了 母亲依依不舍地目送儿子离开 父亲送世英来到村口 他饿得实在是走足动路 便蹲在了一棵大树旁 世英从包袱里掏出干粮地给父亲 爹 你吃了吧 我到新疆挣了钱 就给你寄回来 走吧 你走吧 世英坐上了去往新疆的火车 而他的命运也将因此被彻底改变 路上他结识了两个同样桃荒的姑娘 听口音 你们也是河南的 我们是旅河的 那咱们还是老乡呢 你们也跑这么远 来找工作 听说新疆地方大 有发展 世英说新疆需要人 他们村好多人都跑去了 而且赚了不少钱 这让三人对未来都有了憧憬 幻想得到新疆也能找个好工作 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 他们来到了新疆尾亚 下了火车到处都是招工的 世英跟着人群往前走 路边有各种卖小吃的 闻着香喷喷的烤羊肉船 他只能咽咽口水 世英来到一个工程队的招工处 负责人说他们正在盖一栋高楼 需要一些搬砖的工人 工资高待遇好 每天都有肉吃 可世英不想干苦力的工作 决定再看看别的工作比较一下 晚上他住进车站附近的旅馆 这里全是来找工作的 一位好心的大爷告诉世英 这招工的单位是特别的多 有点条件的人 谁不捡一捡 大爷看世英像是有文化的人 世英说自己初中毕业 他从包袱里拿出毕业文凭 好就凭这个 起码也得让你当个科员 大爷让世英去文教厅办事处 报名当个教师 当教师可是一件非常体面的工作 新疆地方大用人的地方多 需要他们这些时文断字的知识分子 大爷的话让世英怦然心动 他来到文教厅排队面试 考官在帐篷里给应聘者出题 考官对面试者失望透点 很快就轮到了世英 他拿出自己的初中文凭 考官看后十分满意 教官当即就录用了他 他让世英回去准备一下 隔天早上七点在停车场集合 一起坐车到乌鲁木齐报道 工作的问题解决了 世英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地 长期悬而未决的担忧得到解除 心情瞬间变得轻松起来 他来到烧烤摊买了一把羊肉船 躺在地上好好美餐了一顿 就在他畅想着未来美好的生活时 火车上的两个姑娘突然出现 他们得知世英当上教师非常羡慕 世英询问他们有没有找到工作 那些体力活太重了 我们怕身体吃不消 世英建议他们也去应聘老师 工作体面而且轻松 听他这么一说 两个姑娘决定去试一试 可令世英没想到的是 他的好心竟直接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隔天一早世英来到停车场集合 可就在他准备上车的时候 却被考官拦了下来 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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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东西给他 世英疑惑考官为什么不要拉 考官说他一个年轻人 带着两个姑娘乱跑 认为他的生活作风有问题 原来昨天两个姑娘去面试 他们说认识世英 可两人非但没有毕业证 还把高尔基说成是中国人 根本不是当教师的料 当教师 老师正派是投一条 不正派 再有多大学位也不行 看着拉教师的汽车离他远去 世英的心情一下跌落到了谷底 这时他看到火车上的两个姑娘 世英埋怨他们怎么回事 把自己的工作都给搅黄了 原来两人面试时回答不上来考官的问题 担心做不成教师 于是就说是世英的同学 本想考官会看在世英的面子收下他们 结果却连累世英也丢掉了工作 现在他们身上的钱又花光了 人生地不熟的回也回不去 希望世英看在老乡的份上帮帮他们 得知两人不是故意坑害自己 世英心一软便答应下来 可多了两张嘴是饭 世英身上的钱很快就花光了 两个姑娘知道不能再继续拖累世英 于是决定去干苦力 我们把你的好事误了 还这样花你的钱 这不行的 世英也爱莫能助 我也是没有办法再帮助你们了 他把身上值钱的衣服换成了钱 然后全都给了两个姑娘 让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应急 世英来到货运部 想搭车到哈密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徐师傅也是河南的 看在两人是老乡的份上 他答应在世英一程 路上徐师傅了解了世英的遭遇 看出来他是个正派的好小伙 于是有意收他为徒教他开车 就这样世英跟着徐师傅学起了开车 新疆要发展的地方太多 光靠火车来运输物资忙不过来 货车在这里起到了大作用 世英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转眼十几年的时间过久 在此期间世英的父母年迈去世 他就把家安在了新疆 师傅看他一个大龄青年 觉得事事后该成个家了 在同事老陈的介绍下 世英认识了从陕西逃荒来的巧珍 巧珍在姨妈家的茶馆帮忙 老陈觉得两人年龄相仿十分般配 世英对巧珍很满意 他找到师傅说准备结婚 师傅问他了不了解巧珍的底细 师娘也提醒他 结婚成家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世英说老陈打听过了 巧珍父母在老家已经过世 家里没有兄弟姐 他在姨妈家寄人篱下 日子也不好过 世英觉得巧珍模样端正 是个过日子的女人 见世英对巧珍这么蛮似 师傅和师娘便帮他张罗了婚事 婚后巧珍操持家务 世英则经常外出跑长途 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 他每次出车回来都会给巧珍带领 两人的生活在外人看来简单幸福 看到桌子上巧珍那的鞋底 世英还以为是给他做的 虽然有点大 但他却很开心 大了点 还行 巧珍见状急忙拿过来 然后藏了起来 这天世英从上海给巧珍带回一件新衣服 他让巧珍赶紧穿上试一试 面对世英的满脸热情 巧珍脸上却没有丝毫喜悦 结婚三个月他对世英一直不冷不热 世英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巧珍要这么对他 一向好脾气的他头一次对巧珍发了火 看到别人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世英心里五味杂陈 他也渴望能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有一个爱他的妻子 可结果却事与愿违 晚上他喝醉了回到家 巧珍帮他擦拭脸上的雨水 世英以为巧珍回心转移 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可巧珍却再次挣脱离开 这让世英倍感失落 得知这一切都是因为巧珍的青梅竹马 世英决定放手 结束自己这段不幸的婚姻 跟我过 你难受 他难受 我也难受 世英不想让三个人都痛苦 他帮巧珍收拾好衣服 还去办了离婚证 两人从此便不再是夫妻 师父认为世英做得对 他开导世英把这件事忘掉 他本来是别人的 不是你的 你不过还给别人罢了 你要认为他本来是你的 是你让出去的 那可就错了 世英觉得自己好心没好报 师父却说存着好心图好报 那好心也不是真的 做人不能像做买卖一样 世英啊 咱们开车的 两个眼睛总要盯着前方 偶尔从反观禁令往后看一看可以 而一个劲儿往后看 非翻车不可 师父的话解开了世英的心结 他不再患得患失 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 也不再过多地去想结婚成家的事 转眼又过了几年 这天世英开车去南疆 路上看到一个抱孩子的女人 见他们孤儿伯母坐在路边 世英好心下去询问情况 诗英说刚好顺路让他们上车 可夜娟却担心世英是坏人 说自己要等搬车 可这个时间搬车早就没有了 世英看出了夜娟的顾虑 于是拿出自己的驾驶证给他看 看着怀里生病的孩子 再看看周围偏僻的环境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有车经过 夜娟最后只好上了世英的车 就这样他们一起上路 路上小远不断咳嗽 世英询问孩子是不是病了 夜娟警惕着并未回答 她摸摸儿子的额头发现十分烫手 世英看出小孩应该是发烧了 她决定送母子俩直接去医院 在经过肖尔布拉克的时候 夜娟说要在前面的小镇下车 可世英却并没有停下的意思 反而加大了汽车的油门 停车 停啊 你快停啊 夜娟以为遇到了坏人 急忙大喊起来 我要你停车 给我停车 喊什么 这儿我比你熟悉 连赤脚医生都没有 世英想送他们到县医院 夜娟让她不要管 说着就要去夺方向盘 在经过一个急转弯时 差点发生车火 世英让她不要害怕 自己不是坏人 她拿出公司发的优秀员工水杯 你看 这是我的奖品 我跟你说 我不是坏人 夜娟相信了世英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县医院 经过检查小远得了肺炎 持续的高烧让她陷入昏迷 幸亏送来得及时 在医生和护士的抢救下 小远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夜娟在病床前照顾儿子 世英不放心也跟着守了一夜 见小远没什么答案 世英起身悄悄离开 夜娟知道错怪了世英 她追出来想要感谢 可世英却已经走远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夜娟平静的内心泛起波澜 她对这个陌生的男人竟新生好感 小远的病逐渐好了起来 夜娟陪着她做游戏 他们在纸上画下自己的家 门前还有一辆大货车 小远开心地模仿世英开启汽车 这时世英带着水果来到医院 她是从南疆返城路过这里 特意过来看望小远的 夜娟对她表示感谢 要是晚来一步后补不堪设想 世英说没关系 她非常喜欢小远 两人很快就打成一片 叶娟看到这一幕也很开心 她让小远赶紧谢谢世英 小远呢 我谢谢叔叔啊 小远拿起刚才的话 妈妈说 我长大了 也当一个像叔叔那样的司机 明天 我送你马回西尔布拉克 顺路吗 怎么好再麻烦你 顺路不顺路 你就别管了 明天收拾好东西 等着我 隔天夜娟给儿子办了出院手续 世英准时来接他们 小远对汽车充满好奇 我要开 我要开 他们就像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过了一会小远就睡着了 夜娟向世英敞开心扉 她是从上海来这里的知情 结果却被领导欺负 她 她 就在一片洪流林中 她把我 后来夜娟发现自己怀孕了 可孩子是无辜的 这些年她独自抚养小远长大 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回到上海 世英说能回去当然好 就是回不去也应该想开血 她也是从外地来的 这些年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 日子好过不好过 不在于什么地方 而在于和什么人在一起 世英把他们送回了家 屋子虽然简陋但很整洁 我该回去了 哎 夜娟想留她吃顿饭 吃了饭再走吧 我这就做 不了 不麻烦 没关系 很方便 世英说车里还装着火 公司让她赶紧回去 夜娟眼里满是失落 小远舍不得让她走 叔叔你还来吗 啊 还开大汽车来 开着大汽车来 一定来 一定来 拉钩 见世英和小远相处这么和睦 夜娟心里很是触动 她多希望儿子能有一个像世英这样的爸妈 其实世英对夜娟也有着莫名的好感 离开时她忍不住回头观望 夜娟抱着小远目送她离开 回去后世英辗转难眠 眼前全是和夜娟母子相处的画面 她在商店给小远买了汽车玩具 再次开车来到夜娟的家 大汽车 叔叔给我开 好 开 这时夜娟朝他们走了过来 彼此有好感的两人瞬间陷入爱情漩涡 他们静静地看着对方没有说话 夜娟进屋做起了饭 她拿出三副碗筷 期待着和世英一起吃饭的场景 小远回来说肚子饿了 叔叔呢 叔叔走了 夜娟的心情瞬间跌落谷底 她难过是不是世英嫌弃自己 毕竟像她这种条件 有谁会愿意和她在一起 世英回到家找到师傅 她讲述了和夜娟相识的经过 还把自己对夜娟的好感也讲了出来 师傅听后非常开心 她认为夜娟是个坚韧的女 鼓励世英勇敢去追求幸福 小尔布拉克 就是监水泉 那监水泉里泡沫的人 比金子还宝贵 世英给夜娟写了一封偿信 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她 夜娟 让我们在一起吧 我爱你 也爱小远 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很快夜娟就收到世英的来信 我对你 也就像巧真 对那个陕北小伙子一样 你又怎么能叫我说出为什么 夜娟早已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她渴望能和世英在一起 期待着两人的再次相遇 除夕这天 世英搭车来到萧尔布拉克 她激动地朝心爱之人走去 夜娟满脸幸福地在家包饺子 这一刻他们等待了太久 你来了 好 世英给小远带来鞭炮 他们一起在雪地里迎接新年 夜娟终于摆上了三副碗筷 世英的坚韧和毅力 让她在遭遇苦难时从未想过放弃 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累了吧 路这么远 不 不远 你是否也从为了爱情而迷茫 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他们的步驶就像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生活就像是一场旅行 充满了未知和变数 但正是这些经历 塑造了我们独特的个性和价值观 我们要学会珍惜与身边人的每一次相遇 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 这些经历都将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